接下來二月一號就是政府的這個選舉嘛 那夏凱旭他最近有沒有就是來請說 譬如說這個委員啊 就是說希望就是全力支持 那另外是在不在乘說這個投票量票的部分 有我剛才才剛跟這個韓上還有 應該要稱吳韓院長 還有這個江副院長約好了我們要見面的時間 那因為也有很多想要跟他們請教 以及跟他們溝通的 那我們都很希望說二月一號的時候 我們推出的政府院長的人選能夠順利的過關 那所以呢我應該是在明後天 這兩天之內會跟他們見面 因為他們先前這個約參會的時候 剛好我帶同仁去員工旅遊 所以不在台灣就沒有辦法出席 那當時我就跟他們說等我回國之後 那也可以再跟他們見個面拿來談談 那也很開心看到昨天 我們在國民黨團的新科立委座談會的時候 哇上演這個大團結 其實在現場大家都覺得還蠻感動的 就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國民黨展現出團結的氣勢 對我們整個包含我們基層的選民 支持者來說都是吃下一季定心碗 所以我想這個韓江我們很快就會跟他們來見面 那剛才我有一個問題沒有回答到就是量票的部分 其實我們昨天在作談會裡面我們提到的是有一個完整的論述 是提到我們的國會改革 就是說呢當縣市議會我們都已經改成記名投票 那這是基於民主的制度 人民選擇我們作為民意代表 我們理當要對人民負政治責任 所以他如果選擇了我們作民意代表 我們卻不讓對方知道我們支持誰做國會的院長副院長 這個是沒有盡到民主的責任跟義務 所以像現在縣市議會都已經是記名投票 那先前台南政府議長會選 為什麼可以知道到底是誰跑票 為什麼可以知道到底是誰收回 就是因為有了記名投票 所以沒想到我們的國會 民進黨執政多數這幾年來 竟然一成不變都沒有改變規則 所以昨天我們不只是討論到量票的部分而已 我們是認為從國會改革的角度來說 我們要修正 將立法院的院長副院長的無記名投票 改為記名投票 那我們這一次就會先自己公開量票 那這一屆的國會我們要把它改為記名 那一方面防止弊端 二方面也給選民檢視民意代表的機會 讓人民有知的權利 我想呢在NCC的這個部分 未來我進到國會以後 會強力的來質詢 因為NCC在這幾年來 對於尤其是針對中天 不曉得為什麼他們要針對特定的電視台 可是他們過去的財罰顯然是亂罰一通 而且因為我們的這個財罰是累進的 它會越罰越重 所以你前面所判的錯的部分 那你第一次判錯 第二次判錯 第三次判錯的時候 那它當然最後會形成是 導致於電視台 新聞台被關台這樣子的一個決議 可是我們現在發現說在法院裡面 一關一關打 NCC都是吞敗仗的狀況之下 它本來就應該要還給新聞台一個公道 所以未來我們在這個NCC的這個部分呢 會強力的來監督 我們希望NCC可以作為一個中立 公正的一個單位 而不是成為特定意見的這個打手 政治意識形態的打手 不能說新聞台報導的內容 你不喜歡 你就罰它 你就把新聞台關掉 這絕對是這個殘害了台灣的言論自由 你喜歡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重要 要特別感謝福昆奇委員 能夠顧全大局 能夠犧牲的小我 然後讓國民黨能夠團結和諧的出發 事實上 這段時間他真的是盡心盡力 在立法委員 選舉期間 他也對每個委員非常的關心 所以很多委員都跟他產生 良好的情意 他的犧牲非常的大 但是個人一點都不重要 未來的總統很清楚 是台獨綱領 如果立法院 這次韓國瑜 江啟臣有幸 得到立法委員的支持 我們非常清楚 中華民國憲法下的九二共識 是我們要走的 最重要的一條正確方向 朱立倫主席講了四個字 我們一定放在心上 未來國民黨的重大政策 如果透過立法院 就是親美合中 我們不可能像民進黨一樣 親美仇中 這是一個大勢大非 所以在這場選舉之後 將來 民意展現最重要的總統府 跟國會 我覺得 這樣子一個平衡是非常非常重要 再加上很多民眾對我們的因應期盼 有這個機會 我們一定會全力支持國會的改革 讓每一個委員 都能夠代表他的民意 好好的為老百姓來打拼 那 也再一次 感謝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對我們的關心 以及全國海內外的民眾 這幾天都特別的關心 也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謝謝大家 我們是一個院長 和國民 我想 這次大獎共同心聲 我們對於立法院院長 副院長 我們大家 怎麼樣的民意共助 團體一助 共同對外 環境團出 是很重要的